所以如果你是苹果17系列的用户 这是一款官方唯一具备AVS动态增压潜力的高效快充头 实际体验远超紫面三速 兄弟们 这波真是火了离谱啊 苹果刚出的40瓦动态快充头 我下午刚签收 这可不是普通的PD充电器啊 它手上PD3.2AVS动态电压协议 能在15到20伏之间自动细条电压 边充边温控 充得又快又稳 更有意思的是官方标40瓦 但是短时间可以干到60瓦 苹果在这里又藏了什么盎着 是电池保护还是新生态布局 我们得自己验证 还是老规矩啊 测试片加拆解片双管齐下 测试片里协议抓包 动态模拟负载 长时间烤机 文波测试一个不拉 拆解片直接开盖 看方案和散热用料到底有多硬 接下来就让我从这枚 全网最热的小方块开始 把苹果这次动态快中的真相 彻底霸出来 苹果的包装 简洁的白色的风格啊 充电器的实拍图片 VS60W Max 全纸包装的 底部有序列号信息 F16开头 这是塞尔康代工的 执行标准 背面则是中文介绍 40瓦动态电源适配器 最高60瓦 USB-C 我们打开包装盒 内部三张 说明书好像没什么用啊 白色的卡纸底座 充电头上面有环保的纸 把它包住的 这就是充电头本体 这边的宽度45毫米 这边的宽度同样是45毫米 充电头的厚度28毫米 充电头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 103克 单充电头的重量 79克 这个40瓦跟35瓦的双口 进行对比 跟20瓦的对比 这个是前面咱们测试的一款 30瓦的充电头 做一个对比 老规矩啊 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充电头的外观 然后我们进入 下一张节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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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外观我们看完了 接下来咱们聊点更关键的 真伪鉴定 现在的苹果配件 假货简直是多到离谱啊 外壳质体 放的跟轻生的一样 所以咱们在正式测试之前 先把正品的特征过一遍 包装特征 质体工艺 全部给大家拍清楚 让假货无处遁形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这个新款40W充电器所有的真假鉴定的细节 我都给大家标出来的 还没有看懂的大家可以多看几遍 有需要的也可以截图保存下来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头的快充协议和实际充电的效果 内部的协议是什么样的 我们马上来进行测试一下 这就是我们检测出来的这个充电器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苹果的充电头一如既往的 不会去设置任何的安卓协议的 它只有公版的PD3.0和DCP的基础协议 PD3.0点击去固定档位4个最高20V2A 40W 至于AVS PD3.2的协议看不到 应该是仪表的问题 等后续这些仪表更新吧 这个充电头充电数据的采集是必须的 虽然苹果17咱们手头上还没有 我们现在用这个16PLUS来采集一个完整的充电曲线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是3% 我们开始充电 这个16PLUS充电已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从3%充到100% 完整的充电时间是1小时40分钟 前面56分钟为快充阶段 后面44分钟为卷流充电阶段 我们先看快充部分 22分钟以前为20W以上的功率阶段 分为27W 25W 20W和19W 后面就是15分钟的17W功率 7分钟的15W功率和3分钟的9W功率 就充到80% 转为5V的基础功率进行卷流充电 充电的温度曲线度我们也来看一下 最高温度在41.4摄氏度 这个温度控制的很不错的 充电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27度左右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烤机测试 这是第一次烤机 我们现在是拉它的固定功率 40W的功率 就这一个测试可以秒到很多的45W的充电头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 40W功率持续运行一个小时零几分钟 非常稳定没有停 再来看温度的情况 最高温度53.4摄氏度 这个烤机过程我用热像仪也采集了两张 第一张是20分钟的时候 第二张是刚刚采集的 20分钟的时候温度为51.6度 刚刚采集到的温度是54.3度 这个是40W的固定功率烤机 现在是这个苹果40W充电器 动态功率烤机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我一共运行了1小时16分钟 真实功率是58W的功率在输出 一共输出了21分钟 然后降为39W的功率 降功率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是55摄氏度 用热像仪采集到 它表面的温度为60摄氏度左右 这就是苹果的动态功率 像这样运行到1小时16分钟的时候 我就给它加了一个风扇 这个时候 它的真实功率58W 可以一直持续的输出 我们看温度曲线图 就很直观了 温度最高一直在39.4摄氏度 60W的功率 在这个小体积里面 可以输出20分钟 这个层级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现在来测试 这一个苹果最新的 40W动态功率充电器 它的能量转化效率的情况 这个就能反映电路设计的水平了 110V 220V 我们全部都要测试了 首先是110V 60Hz电压的状态 这个待机功耗也没随了 0.03W 这是经过十几分钟测试出来的结果 15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17.5W 这边直流输出14.8W 则算转换效率85% 27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29.9W 这边直流输出26.5W 则算转换效率89% 40W功率 这是45V档位 110V输出44.3W 这边直流输出39.8W 则算转换效率90% 40W功率输出的时候 110V输出44.2W 这边直流输出39.96 也就是40W 则算转换效率90% 60W功率输出的时候 110V输出64.9W 这边直流输出58.1W 则算转换效率 它也是90% 110V电压水平 5个功率段 它的平均转换效率为88.8% 这个转换效率是很高的一个水平 不管是45V40W 还是20V40W 还有60W 全部都是90%的转换效率 现在是220V50Hz的状态 经过十几分钟的测试 它的待机功耗一直稳定在 0.07W 非常非常低的待机功耗了 15W功率的时候 220V输出17.5W 这边直流输出14.8W 则算转换效率85% 27W功率的时候 220V输出30.2W 这边直流输出26.5W 则算转换效率88% 15V档位40W功率 220V输出44.5W 这边直流输出39.8W 则算转换效率89% 20V档位40W功率 220V输出43.9W 这边直流输出39.98 也就是40W 则算转换效率91% 现在是最高功率60W的时候 220V输出64.3W 这边直流输出58.3W 则算转换效率91% 非常巧合啊 220V平均的转换效率 跟110V平均转换效率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88.8% 它的最优功率段 也是在15V和20V的电压档位 89和91 这个转换效率非常高的啊 我们现在就是做最后一项测试了啊 就是它的 纹波输出水平的情况 这个充电器我们会测试 110V和220V 两个电压档位的纹波情况 这也是各位老铁们最想看的数据 马上来对它进行测试 首先是110V的情况 15V功率 纹波最高 109.9毫浮 平均纹波 93.5毫浮左右 27瓦功率 纹波最高 82.5毫浮 平均纹波 76.5毫浮左右 15V等位 40瓦功率 纹波最高 77.5毫浮 平均纹波 67.3毫浮左右 25等位 40瓦功率 纹波最高 72.2毫浮 平均纹波 63毫浮 左右 由于这个充电器 60瓦功率 它是动态负载 我们用充电宝 来拉60瓦的功率 这个时候 纹波最高的时候 是67.1毫浮 平均纹波 61.3毫浮左右 我们现在来测试 225电压档位 15瓦功率 纹波最高 108.5毫浮 平均纹波 101.4毫浮左右 27瓦功率 纹波最高 84.9毫浮 平均纹波 79.4毫浮 15V档位 40瓦功率 纹波最高 71.9毫浮 25档位 40瓦功率 纹波最高 72.5毫浮 平均纹波 65.3毫浮左右 60瓦功率 纹波最高 65.95 也就是66毫浮 平均纹波 58.7毫浮左右 这一波测试下来 这个新款的 40瓦的动态充电器 它的纹波水平 确实比 20瓦和30瓦 要好算不少了 苹果这次的 40瓦动态快充楼 看似一枚 普通的小白块 其实骨子里藏了一颗 60瓦的野心 协议方面 它延续了典型的 苹果风格 完全不去 兼容市面上的 安卓协议 这种封闭的策略 保证了自家设备的 安全和一致体验 却也让跨平台 玩家望而却步 真正的亮点 在功率策略 我们实测发现 这个充电器 在额定40瓦 长时间输出下 外壳最高温度 约51摄氏度 表现非常的稳定 而当进入 40至60瓦 动态功率模式的时候 它会短时间 爆发到60瓦输出 大约20分钟后 温度会触及 60左右的预值 便自动降回40瓦 但内部的温度下降后 又会再次冲上60瓦 如此的循环往复 如果在外面 加装一个风扇 强制散热 则几乎可以 一直输出 60瓦的功率 这就意味着 苹果在一颗 小巧的 40瓦适配器里面 实际藏了 双功率档的 制装调度 日常稳定40瓦 必要时 瞬间满血 转换效率方面 它也展现了 苹果一贯的工程水准 5个功率段 平均效率88.8 其中40瓦的档位 可以突破90% 属于当前 小体级充电器里面的 优等身 纹膜表现维持在 60到110毫伏之间 整体干净 没有明显的短板 但是也谈不上经验啊 综合来看 这颗40瓦的 动态充电器的 设计逻辑很清晰 对类围绕 iPhone 17系列的 自驾设备 做深度优化 在保证电池健康 和温控的同时 通过AVS动态协议 实现更精准的 电压管理 对外继续保持封闭 严格控制兼容范围 用协议壁垒 守住自家的生态 所以如果你是 苹果17系列的用户 这是一款官方唯一具备 AVS动态增压潜力的 高效快松头 实际体验 远超紫面三速 但如果你想要用它去 通吃安卓 或者多平台 它依旧是一道高强 下一期拆解片 我会直接开开 把内部的各种 器件热管理布局 和电路架构 做一个剖析 验证苹果是如何 在这么小的体积内 实现这套保守外衣 暗藏猛兽的 动态快松方案 测试为了了解 猜测外真相 认证车载客观输出 我是迪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 猜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